下午3點鐘將近20位穿著郵差衣服 騎著郵物車的郵差們 陸陸續續抵達東門圓環 第一次看到這麼多郵差一起出現 路旁的民眾忍不住投影好奇的眼光 原來他們除了是認真的郵差 更是有愛心的捐血人 我從大學大概三四年級開始 就是固定大概每半年 或是幾個月會捐一次 就是像每次出來到這邊 剛好逛街有遇到這個捐血的時候 就會捐一下這樣子 你覺得公司舉辦這樣的活動 對你們來說有沒有什麼意義 或是幫助 就覺得公司會以那個血褲 或者是像我以前會捐血 是因為覺得說 以前有聽過說捐血 因為對身體也不錯 因為就是可以制造新的血液 所以我就跟著公司這個活動 一起走這樣子 手邊的工作告一段落 大家二話不說 來到捐血車捐起袖子捐出這些 結束之後還得繼續返回工作崗位 雖然很辛苦 不過郵差們卻樂於奉獻 新竹郵局的副禮也帶頭以身作責 捐出了250cc的熱血 我們一季希望能捐到500代以上這樣子 所以說鼓勵民眾也鼓勵所有同仁 包括我們的外景郵差同仁 大家都勇於來捐血這樣子 捐血一代救治民病的愛 也是照顧大家的 所以說希望說我們就拋磚領利 處得一個捐血活動 讓這個血方各方面都得到一個 算是一個比較充足的步驟 新竹郵局一系列的捐血活動 3月1號在東門圓環跟竹北捐血中心 11號在湖口 22號在竹東 除了郵局同仁熱情響應之外 也希望所有的民眾都能夠捐血一代 救人一命 海波新竹林保德 蔡文綺採訪報導 海波新竹林保德 蔡文綺採訪報導